郭麒麟抱郭德纲痛苦后,接下来的举动太赞了,这是对舞台最大的尊重。 近日,郭德纲偷偷为郭麒麟捧场这件事也是上了热搜。 众所周知,在陈情令之前,郭麒麟的关注度并不高,她一直为了得到爸爸的认可而努力。 这次郭德纲在谢幕时上台来到了郭麒麟的身旁。 郭麒麟看到父亲站在自己的身边,瞬间就失控了,抱着郭德纲就哭了起来。 这次她终于得到了父亲的认可,虽然郭麒麟很出色,但是算起来她也不过是个23岁的少年而已。 在父亲的怀抱,她展现了自己最脆弱的一面。 在拥抱之后,郭德纲拉着郭麒麟的手,对四面八方的观众们鞠躬感谢。 这一幕无疑是对舞台的最大尊重,这一幕真的是让人感到欣慰了。 相信郭麒麟未来的发展一定会更好的。